做学生的条件 音乐经常给我们讲 是德 这个是种德 这个是我们 必须要学的 如果具有实德 我们相信 你就会遇到好老师 为什么呢 实德是能干 诸佛如来 他就硬 感应就先前 我们不具备这个条件 佛不来 来了没用处 来了怎么 你无动于衷 所以这个诗句就很重要了 第一句 糟苦能忍 在我们这个时代 那非常起火 我们这个时代 无论是修事法修佛法 尤其是佛法 真的是苦不堪言 你要不能忍 你就会退转 那么这一生呢 恐过了 为什么 我们必须要晓得 现在是进入到佛法的末法时代 末法时代是有起 也有福 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时代 是在往下坡 走下坡的时候 几乎走到底谷了 为什么呢 大家都不认真学 大家都不认真学 你要认真学 人家看不顺眼了 总是要想办法找你麻烦了 遭苦不能忍就退心了 那就完了 所以这是头一个条件 常常想到 世尊灭夺的时候 交给后世弟子两句话 以戒为私 以苦为私 换一句话说 你要真正发心 弘伐立身 护持正法 图一个 你就要想到 吃苦 什么苦 都能够忍受 你才能走这个路 你才能得到三宝的价值 如果怕苦 这个路你走不通了 怕难 你也走不通了 不怕难 不怕苦 你看到今天众生多苦 我们希望我们自己 多吃一点苦 众生能少吃一点苦 这叫待众生苦 先决条件